我如果我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的话 徐老师那我问你 就是说你父亲这个啊 假设说求之不得 这是非常罕见的资源 那么给谁呢 他应该有一套排队轮流的系统 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 你明白吗 在美国 他是一个好像我看了一下 一个政府授权的这么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他来负责统一的资源最公平的分配 说这有了一个新 这有了一个慎 如何排给谁 要排队的人多着呢 对吗 这个你这个系统保证的是公平的分配 你的职务和你的金钱 在这个表上不起作用 对 你得去排队 这是 所以那个乔布斯就这个问题 乔布斯在他当地他就排不上队 他那么大钱 那钱对他是个不是事 但他就排不上队 后来他的移植是换了一个州 别人给了各种律师出主意 说你这事排队 你排得死 你也没你 没你的事了 所以你必须换一个办法 又利用法律的一个什么什么 这个空子 钻过去怎么着 跑那边还能排到前面一点 是这么个路子 但最近这个这个你们讲的是很理想的情况 最近出现的情况就不是 这个Chene 原来的副总统啊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心脏的这个患的这个手术 他七十多岁了 结果人家就质疑了 就是说第一 他应不应该排到 他好像申请了一年多 他们说他应该排不到 第二 他美国呢 他这个心脏移植因为资源有限 他们一般给五六十岁的 理论上过了七十岁的 就不给的 他们有一套的 但是呢 他就轮到了 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查 就是说跟他原来副总统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关系 而且你知道 Chene很有名的嘛 打中东 他跟军火集团的关系都很大 他移植了 现在活得挺好啊 这件事情在调查 美国照样有这样的问题 对 这个也属于延伸出来的伦理范畴 就是你有什么权利比我优先 对 这个你得说清楚 现在我们觉得公平的 就是第一不考虑钱了 对不对 说是不考虑钱 对 你比如啊 器官移植啊 器官移植你往回倒啊 倒的最根性是一最简单的事 叫腺血 腺血就算器官移植 脚膜 脚膜 他就从第一往高走 腺血 过去说我这还能再生 对 对不对 你这是能再生的 脚膜是不能再生的 现在脚膜还是死人去捐献 没有人活人捐献脚膜的 是吧 剩下的器官都是不能再生的 我们所以要求是 人在故去以后 不管什么原因 这个这个 把这个器官无偿的 现在都是说无偿 但是你换的时候是有偿的 公开的是有价钱的 他不 这器官是没价钱的 但这堂手术是有价钱的 对 所以他就可以把假钱 加在乙钱上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中间人的各种费用 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 也能看到的 就是说 有的人可能在短期债 那也可能占有多次资源 就换过几次 也有的就是 因为有这个资源 就提前去换 就出了问题 咱不用说别的 就说大家都熟知的 黄昼先生 他在换肾 他不换 他还能多活点 结果他一换 他死在手术台上了 这个问题 对 所以他就因为占有这资源 肯定是有人给帮这忙 钱的他也不是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他确实肾也出了问题了 但是那后面的事 他是不知道的 但是他们说 现在这个器官移植 但是某些器官的移植 很成熟了 已经 这个这个 是很成熟 而且又说 中国的这方面的水平 世界一流的 对 你还别说 器官移植并不难 难的是后面的事 就是他怎么克服他的排疫 这东西 毕竟不是你的 现在有的人要是 换完这个器官以后 要要服十年以上的排疫药 就甚至终身都服这个药 所以现在我看有的学者就已经开始还是呼吁一个要不是很多时候观念问题 就是说 每年都有因为排队就排队当中就去死的 就死了的 这个是学者就说呢 你在观念上你要接受 就是本身你得了这个绝症 你就是要死的 对吧 那玩意儿只是一个万中无一的一个办法 能等到固然是好 但是很大的概率 你是没有 就是说 就是说你本来就要死的 你不要想不通 非得是不惜一切 不择手段 买也好 但是当然人的心情 你只要 说实在 所以现在世界科剧呢 实际上世界科剧并不支持人体器官 而是支持另外一个就是克隆人体器官 就是把这个伦理上挑战 那玩现在他总比在给人身上去摘这东西强 就是我能不能利用猪心啊 什么老鼠啊 什么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都克隆出来 然后换到你上面 那这个上面就解决了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复之复杂 我们都说句实在话 做着说都说不清楚 人与人之 最后就张一个狼心狗 这事就没关系了 对吧 那中必然不是人的 对吧 他现在的出现了一种什么科技啊 有希望啊 反而在老鼠身上已经成了 就是说那个拿你自身的那个干细胞 你自身的干细胞 不是说万能细胞吗 能给你长出一个玩意儿了 是你自个的 这还没有排异反应 你知道吗 这玩意儿要出来了 你说人类是何等的风光 对 咱库里全有 从头到脚 对 他我看到那个 我的弟弟一大堆 没错 不是弟弟 那玩意儿杀人的 不是复制人的 复制器官 我说的就是 小弟弟的 他那个 他老鼠身上 弄一耳朵 我看着那图也不是真的假的 我在那个 这个网络上看的 就赔一个耳朵 比如某个人的耳朵失去了 他赔一个给弄上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毕竟是给自己给弄出来的 没错 但是从人身上去摘 不管是死人活人 这个我觉得在立法的这个层面上 应该极为严格 包括受体 还有什么权利去接受这个 我看到的 因为我看到过一些这些事 人身边经常有人听人家说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他的母亲 他母亲得了这个突然 吃身体特好 突然对癌症跟肝有关 然后他就一下 他就他就晕了 他就跟我说 我就跟他说 我说从今天起 你所有的决定都是错误的 你记住我这句话 因为为什么呢 我就碰到我这事 就我爹得了癌症以后 我就发现所有的决定都是错误 为什么他最终是死了 我们是希望 他起死回生 对 所以你怎么治 你都觉得 哎呀还不如那样呢 因为这事不能使 永远后悔 永远后悔 所以我就告诉他 最后一年一年多吧 他母亲去世了以后 他跟我说 动了大手术 患了肝 受了那个无形的各种罪 最后也是活一年 也没多活 所以受了很多罪 你放过头想 你就想 哎呦还不如不折腾呢 就维持着 吃点中药 凑合着 还不如这样 真是 真是 你不用去广告了 去广告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员礼物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智慧服务 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宣宝工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都风日产 人 车 生活 地球上 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 都在追寻的第五集 欢乐集 北纬20度 东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东南湖海口 其实伦理问题啊 就说到底啊 有个尊严二字 对吧 在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是说人的尊严何在 人类的这个尊严何在 要是人类是一个整体的话 我觉得问题还不大 关键是现有的阶级的分别啊 已经有了嘛 你吃得好 比我好 你钱比我多 一再带到这个领域 大家就特别敏感 对不对 你排队的时候 你官大 你钱多 你就打尖 你打尖就增加了我死亡的可能性啊 因为我本来可能排到 因为这个时候就不是你钱的问题啊 你在剥夺别人的权利啊 这个时候就 你你你 问题肯定比我们想的严重 就是一定是 因为在这上面是 你死我活 对 对 所以你们想想 想尽一切的步伐手段 一定要加到 你想想 那个故事反复拍的 就Titanic Titanic就是一个 你死我活的故事 你仔细想想 真的非常了不起 他他船上这么多 有钱人 有地位的人 可是他们到时候走的时候 是妇女儿童先走 我在想 我们今天社会 我们今天从一个小镇 到北京 上海这样的大地方 一个单位 如果发生一件事情 只有一半的人可以求生 能不能做到妇女儿童先走 那连一半人都得不成 就是多少年前 在新疆 那次著名的火灾嘛 喊出的那句著名的话嘛 让领导先走 小学生们烧死了 你说是不是 这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网易的来讲 这个器官移植的时候 背后就现实的 这个理论上 我们人类的游戏规则是这样 现实当中没办法 你做官的总归生活的 比你好 有钱 但是一到这个医院 一到这个伦理的时候 大家应该平等 我跟你说 医院 我现在看到的材料是一样 有钱能使 鬼推磨 因为什么 现在我就好像 咱有法律规定啊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买卖 器官买卖啊 都还规定 就是说 你必须有证明 亲戚 亲情 帮扶 这就是说 你你就是找到供体 都没用 就是说你得证明啊 确实没有交易啊 是你们亲戚 就是帮他 这样 但是呢 这些资料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对对 做假 做个医院方面 那有钱拿 也乐得帮你做 也是救人嘛 你只要谈好了 我们给你做啊 对 所以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 所谓器官的这个犯罪 很多 现在非常多 越来越多 那就是啊 还有一个搞不清楚的 他们说跟犯人有关 我那更复杂 搞清楚 一个姓黄的 一个卫生部副部长 曾经这个写过一个论文 他是讲啊 有变化 他说前些年 我们的主要的这个提供啊 是死刑犯 他说但是呢 自从后来这个最高法院开始就对死刑开始慎判呢 就是谨慎之后 哎 这这这方面我们也要控制 要有所减少 他减少 所以他就在呼吁建立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公平资源的这种分配系统 不是盈利色彩的 如果有了供给 那么如何分配 做到公平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但是这一定要公平 这个太动摇人心了 他现在问题是 问题是 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死刑犯的那个问题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度 对 他签署政治局 没有 对 对